创胡人生涯最差 詹皇提前离场 一挑五一目扎心 胡人四人未过半场 北京时间12月24日 整场比赛 詹姆斯26投115中 拿到了36分9篮板6助攻2 盖茂1抢断 胡人惨遭4连败 战绩改写位16胜17负 詹姆斯也创造了胡人生涯赛季前33场最差战绩 比赛中 詹姆斯一挑五一目相当扎心 事实上 在此前詹姆斯的生涯中 前33场胜率不到5成 此前只发生过两次 上一次还胜20708赛季 输给马次之后 胡人也成为第三之前33场胜率不到5成的老詹球队 换句话说 输给马次 詹姆斯创造了胡人生涯赛季前33场最差战绩 詹姆斯难言沮丧情绪 第四节还剩5分40秒 他就被换下 放弃了比赛 回到板邓席 老詹面无表情 这样一次失利实在苦涩 事实上 就在詹姆斯下场前 场上还发生了相当扎心一幕 第四节还剩7分37秒 詹姆斯一个人带球到前场 马次已经5人退防到位 而胡人还有4人没有过半场 老詹姆挑5 美眉Halfcord Hoops也是感叹 这是胡人目前最好的写照 比赛还没有结束 詹姆斯已经提前离场 浓眉和微少也跟着回到了更衣室 胡人的板邓席几乎清空了 这样的胡人本赛季还能争贯吗 无论如何 他们急需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